今年1月10号 第85届奥特卡奖提名名单出楼 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林肯获得了12项提名 李安导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获得了11项提名 那么冲击奥特卡奖最佳外语篇的我们电影的代表陈凯歌的搜索 没有获得奥特卡奖最佳外语篇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人的奥特卡情节 奥特卡提名揭晓 林肯领跑 少年派金追其后 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与李安》究竟谁会笑到最后 请讲标准又有何玄机 从大红灯笼高高挂 英雄到金灵十三拆 张艺谋的冲奥之路为何屡屡受挫 中国导演的奥特卡魔咒该如何破解 奥特卡奖在当今世界电影大奖里面 毫无疑问是影响力最大的 有人把世界四大电影节奥特卡奖 柏林 嘎纳 再加威尼斯 有人做过这总结 说柏林和嘎纳是艺术性的 威尼斯是比较另类的 而奥特卡是商业化的 其实这种说法有偏颇 准确来讲 奥特卡是商业和艺术的一种结合 毫无疑问 在世界范围之内 奥特卡奖的影响力无与伦比 其他那三个大奖加在一块 都没有奥特卡奖的影响力大 而且奥特卡奖这种商业特征 也是一个导演是否走向国际化 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你不能说你这人只拍艺术片 不拍商业片 你就成了国际化的大导演 包括欧洲有很多国际大导演 他都是艺术片和商业片 能够做到兼顾 能够找到平衡点 所以毫无疑问 对于当今中国的导演来讲 想要成为世界级的大导演 恐怕奥特卡是必须要迈过的 这么一道门槛 我论吗 感谢观看